面对众大能他丝毫不惧 这是方辰给他的勇气 众大能尽管心中不愿 但为宝树师性命 也只能纷纷拿出零食 或者是让人赶紧准备 荣万千见此一幕怒道 诸位 难道就让一个人族修士 齐在儿等的身上 这简直是我庆人之耻辱 那些人传音商 讨可并未带上荣万千 毕竟参加道场的荣家人都死光了 而对于他的话 没有人回应 也没有人敢去看他的眼睛 他们哪里不知道 荣万千是要拿他们当刀 没死何必惹上一身骚 要杀那也得等 对方离开庆境之后再杀 以群懦夫 他目自欲猎 显得格外争鸣 更是再也没有任何大能的模样 他死死地盯着方辰 道 下狱见种 这件事情没有那般容易算的 说完他也不继续在此逗留 带着荣家众人直接离开道场 但方辰明白 对方的报复绝对会来 不过他并不在意 毕竟自己的死敌多的事 又不止这一个 只是可惜了 没办法拿到 和荣黄金赌约所获 不过和接下来 所得一比 没了就没了 无所谓 荣万千一走 该给的自然是继续进行 下山舟 虽神色冰冷 但还是单手结印 解开了控制红奴的奴印 随后 他又将一块令牌 和一个储物戒丢给夏琳 冷冷说道 这是控制红奴的奴印 和五千万种品零食 夏琳接了过来 大致一看 没有问题后 就对方辰点头 方辰盯着红奴 道 过来 红奴还是和之前 那般低着头 只是还处于愣神状态 好像不敢相信 自己的奴印 竟然会被解开 当听到方辰的话 他下意识地 走到方辰面前 却依旧低头不语 方辰脱掉身上的白衣 披在了他的身上 说道 披着 再也没有人能够命令 你将衣服丢掉了 这话让红奴 终于是回过神来 他自由了 下一刻他眼眶通红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还是他成为奴隶之后 第一次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 方辰静静站在他的身旁 并未说话 只是慢慢地守护着他 让他哭个痛快 半住相后 众人可不敢挑战方辰底线 很快四十余个储物界 都在下灵手中 这加起来 就足足有着 二十多亿的中品零食 可把不少人看得眼红 这可是 他们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财 而如今 却是被一个下狱人族 给赚去了 就连在观众席上的方星空 也是如此眼红 尽管他所消耗的 资源不止这个树 但还从未见过 这般树木的零食 而下灵拿到 这般零食之后 并未选择回去 而是站在了圣出身旁 圣出苦笑 自然知道 这是方辰的主意 毕竟站在他身边 可要比回去安全许多 他干咳一声 对着方辰说道 小友 这下子满意了吗 方辰微微攻身 拱手说道 方某满意 既然如此 那这场比试 就到此结束吧 圣出再道 是 方辰点头 好 其他人自然更是没有任何的意见 圣出点头 不过随即想到什么 诧异地望着他 等等 你姓什么 方辰一愣 但还是如实回答 姓方 圣卿这才想到 自己居然不知方辰姓名 于是望向阎娇 他和对方待在一起一个月 怎么说 也应该知道 只是从阎娇 那震惊的神情中 能够看出来 他也不知道 这也让阎娇 感到十分羞愧 他们在一起 那么久 他居然连问 对方姓名都没有 说到底 他心中 还是小觐方辰人族身份 胜出此刻才想起 从见方辰到现在 他竟然都没有 问此子姓名 如今 听到他说自己姓方 他突然想起 去年轰动仁静 并被赶出仁静的一人 于是 他问道 你是方辰 方辰之名响起 立刻引起巨大的骚动 方辰 他居然就是方辰 那个在仁静中 斩杀数十位 领海静大能的人族 顶尖天骄 我去 原来是他 我就说嘛 人族什么时候 浮现这般一位 顶尖天骄 感情深奈方辰啊 观众席上议论纷纷 当时方辰 在仁静中 斩诸多领海事件 可谓是轰动一时 就连顶玉附近几族 都或多或少地知晓此名 此刻他们 倒是不那么难以接受 毕竟这位 可是一族的顶尖代表 方辰颇为诧异 他没想到 自己的姓名 竟然连庆静都知道 不过 对于自己的身份 暴露他并不在意 反正术家大会结束 再过不久 自己就会直接离开 于是道 正是方某 见他承认 全场皆在倒抽一口凉气 他们知道 方辰妖念 但也仅仅只是 以为在战斗方面妖念 没想到 竟然在术道上 也有着这般惊人的天赋 如此实权实美之人 居然来自人族 也不知人族得知 此事之后 会不会后悔莫及 其他大能 脸色一变再变 如果眼前之人 真是方辰那他们 可得好好考虑 要不要出手 毕竟方辰 在仁静斩杀 几十位林海静之事 可是广为流传 真出手 只怕会有允命危险 胜出神色复杂 没想到 竟然真是那方辰 更没想到 他竟然会妖孽至此 随后 董雅琴在众多议论声中 开口喊道 好了诸位 本次输家大会 圆满结束 让我等感谢 此次诸位术师 带来的精彩表现 但观众席上寂静无声 片刻之后 零零散散的掌声 这才缓缓响起 紧接着愈演愈练 尽管方辰固然可恨 但他的实力 确确实实摆在这里 而不管是人 或者是庆人 始终是木墙 知道方辰身份后 尽管恨他的人依旧多 但轻视他的人 却是少了许多 董雅琴也松了口气 韩孝宣布 最终结果 随后 就容易许多 道场阵法解除 方辰第一 红奴第二 盛卿第三 并由盛城主 将百姓万年根 亲自送到方辰手上 韩孝道 小子 还真是了得 老夫佩服 方辰拱手道 多谢城主 否则方某 只怕是很难活着 离开这道场 盛出一笑 这种客套话 就不必多说 你敢这般闹 那就说明 你有的是手段活着离开 方辰对此并未回话 他自然是有所依仗 才敢如此 盛出突然道 这两天有时间 过来找我 我有话和你说 也是你应该知道的事 记住 一个人来 PS 诸位道友 中秋快乐 方辰一正 见盛出笑容依旧 微微点头 如此可叫 盛出满意点头 随后继续为获得 第二和第三的红奴 成庆颁布至宝 待前五都获得奖励之后 董雅琴喊道 让我等再度祝贺诸位 同时也祝贺 输家大会 圆满结束 全场这才想起 轰鸣般的响声 毕竟圣城主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不过 董雅琴望向方辰 说道 按照输家大会的规矩 第一名将夺得参与 数天圣宗的 入宗考核名额 但按照规矩 一族不能代表 庆族参加考核 所以方天骄 还需要将这个名额 给让出来 还有这规矩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这个规矩 那他的第一 不就白夺了吗 本来就有 只是几乎数家 大会第一 没有被一族夺过 所以我们才不清楚 这也是为何 一族很少来参加 我们的数家大会 因为压根就没有意义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 那些因为方辰 夺得第一 而恼怒的人 再度得意起来 哼 夺了第一又如何 还不得乖乖交出来 就是就是 又有何用 他们得意地说道 方辰望向岩骄 而岩骄也是 同样错愕 他尽管知道一些 但还真不怎么清楚 只是知道有手段 夺得名额而已 见方辰望来 他顿时紧张了起来 毕竟对方答应过 自己会把名额给他的 方辰微微一笑 传音给岩骄 让你母亲争这个名额 岩骄一愣 还不明白方辰话里的意思 却见方辰单手举起 喊道 既然神女这般说 那我就现场拍卖这个名额 一亿中品临时起步 此话一出 全场寂静 这小子 还真会赚钱 诸葛曼云 嘴角微微上扬 还是个小奸商呢 诸葛鸾则是哼哼道 就该赚 最好是把他们的钱 都给赚过来 让他们欺负人 活该 诸葛曼云苦笑 就怕他跑不出去 那可不一定 虽然我无法给他算命 但他绝对不是短命人 其他人反应过来之后 同样是用看奸商的目光 盯着方辰 而那些 刚刚还得意之人 个个可是气得咬牙切齿 本来以为 可以让其吃扁 没想到对方 脑袋转得这般快 当场拍卖名额 圣城主也是苦笑不已 但他说道 看来要向上方请示 往后历届 皆不能拍卖名额 否则的话 必定会掀起一阵风波 当然 庆族树倒也不是 容易欺负的 像方辰这般妖孽的 还是少数 严交此刻 也终于反映过来 方辰的意思 心中万分感动 他的良苦用心 方辰 如果直接将位置给他 那此事之后 严家必定会被群起而攻 毕竟方辰 可是杀了不少庆人术师 但要是通过拍卖夺得 就不一样 那是靠自己的实力夺得 尽管之前他和方辰走得近 但也仅仅只是 静喜而已 在大会上 他可从未有过其他表现 于是 他连忙传音 给了自己的母亲严荣 严荣一愣 同样是想明白了 他神色复杂地 望了自己女儿 还有方辰一眼 心中暗道 女儿 你可莫要糊涂 但表面他 则是直接开口道 我出一亿零食 见有人开口喊价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有大能面露贪婪 虽说这只是一个 可能进入 数天圣宗名额 但能够参加考核的 只要有些天赋 数天圣宗 还是会收的 而入术综合 再庆静修炼 那可就不一样了 我出一亿两千万 一亿三千万 一亿五千万 众大能不断开口 就连紫金城主等等 都参与进来 圣初倒是没有参加 圣庆和他说过 知道这拍卖 就是方辰的把戏罢了 三亿七千万 当仙道城主 喊出这个价格时 众大能街 是安静下来 这个价格已经够高了 再高的话 也不是他们所能够承受的 如此高的价格 就连方辰都心中感慨 不愧是鼎欲种族 哪怕是一成之主 都能拿出这般多的零食 确实是处处黄金 万分富柔 见无人开口 先到城主 大喜不宜 尽管这个价格 让他狠狠地出了一次险 但只要宋乐利 前往树宗 日后的回馈 必定是无穷无尽 不过 就在他觉得圣券在握时 一道声音 缓缓响起 三亿 此话一出全场寂静 皆是望去 当看到开口之人 买是炎养时 皆是倒抽一口凉气 顾家虽在万丰城 乃一大家 但居然也能够一次性 拿出这般多零食 这不得倾家荡产 仙道城主脸色难堪 恶狠狠地盯着严荣道 严家主 你颇家何时 如此富有了 严荣淡淡说道 这就不劳仙道城主费心了 若你想继续争的话 严某奉陪 他自然是拿不出来 但这反而 让他更加傲气 能在这些城主面前 好好长脸一次 也不往前来一趟 仙道城主 还真想要继续喊 但站在一侧的老奴 连忙制止 城主 上次临麦山 已经花费我等太多钱财 再喊的话 平日支出都很难维持了呀 听到这话 仙道城主 也只能放弃 方臣见词也不再犹豫 开口喊道 三亿零食 成交 恭喜严家主 我会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 要是一天时间 没有拿到三亿中品零食 那我会将名额 卖给第二位开价者 严蓉点头 道 能否用天才地宝等物 可以 只要能拿到手的 都可以 方臣点头 好 明日之后 我必定将三亿零食 送上门去 严蓉道 那我就在城主府 等候严家主的到来 方臣微微拱手 而名额既然已经安排完 那接下来自然就是闭幕仪式 不过方臣可并未打算参加 毕竟他这第一名 并不受人欢迎 就在他即将离开时 却有人一喊道 方小友 老夫对你的束缚 我很感兴趣 想和你做一笔生意 价格绝对保你满意 他可不会在意 其他人是怎么看的 方臣的四街束缚 确实很有意思 特别是神魔两道的融合 微妙微巧 哪怕是无品的他 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不研究研究 那他还叫什么束师 方臣眼前一亮 这生意不就来了 自然可以 玄天大师道 既然如此 那我等换个地方 谈谈如何 这里并不适合 方臣点头 那就成主府吧